来 所有女生 哭泣口红来咯 这是钱的感觉来咯 跟你们说 真的 我的很多的都有粉丝们 天天给我私信说 李佳琪求你了 只有你买得起全套 我就真的花了一万五千块 把全套的哭泣口买回来 给你们做色色 你们准备好了吗 你们的魔鬼又要来咯 这个系列以后分为三种 一个是那个 就是小花馆的 就是那种花朵馆的 一个是金管的 来 帮我们拿一下好不好 金管 你就拿奖啊 三只都给我呀 碎花 还有一个是 蓝管 这么多颜色 李佳琪的嘴巴可能要烂 看一下哦 我们的哭泣口是有三个系列 一个是金管 这种雕花金管 好漂亮 好适合有没有 第二个是哭泣的那种香水 碎花型的 这种是碎花馆的 对 然后这个是 那个润唇膏的蓝管 所有女生 今天给大家试 金管 好不好 我们今天给大家试 枯起全套 金管口红 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他们要你试碎花啊 蛤 他们要你试碎花啊 所以金管跟碎花现在哪个比较火 其实碎花更火 拿走 碎花 碎花 碎花更火 好啦 来 碎花吧 第一支颜色 五零八号色 碎花不上色耶 它是那种滋润型的 碎花这个呢 是滋润型的 它的显色度没有那么高啊 它会比较的 呃 滋润 但是它的颜色显色度不会有太高 所以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再买哦 第一个 我涂着这孔的时候闻到了花味 放屁 花园 哦 真的耶 香水 这支我涂它的时候就是香水花园的味道 哭起香水的感觉 五零八很好看 五零八号色很好看 它是一个比较偏润唇型的 一点点颜色适合于大家在通行的时候 上班的时候用的一支 这支颜色很好看 很夏天 它有一点点番茄 但是又偏一点点的眉红掉 会让你整个人感觉是 既温柔 既温暖 然后又不失女人味的一支颜色 这支颜色好看 你只要会化妆 你只要皮肤会稍微白 这支颜色真的很好看 我在检查它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滋润的口红 你嘴巴在 这样子的时候 它会颜色会移动 但是这支还好 就是会 错位 错位然后颜色会 有一对方是浅的 有一对方是深的 对对对 很好看 这支颜色你是会天天想要涂它的颜色 质地 质地很 十分的话 质地十分的话 我会给 9.5分 这么高 很高 0.5分 湿在哪里 湿在我要涂很多遍才可以上色 好的 嗯 那这几颜色508号色好看的哦 508号色很好看 来下一个 25 哪里有25号色 25号色应该是金管吧 25号色可能是这个 啊 在这里 就是刚刚那个海报色 oh my god 我还是要说一句心理话跟真实的话 如果你的唇色很深 哭起着这个碎花系列 谨慎购买 真的 因为嘴巴深的人涂他都涂不出来的 但是我涂很好看 哇哦 这几颜色很好看 非常的夏天 这颜色看起来整个嘴巴很新鲜 你就是嫩女孩本人 好看吗 就是你就是嫩女孩本人 嫩到爆炸 你就是嫩 好吗 这几颜色哦 你看我的嘴巴做得好好看 oh my god 我真的是 我刚刚那一下 有没有被 电到 有没有被种草到 这几颜色 它的香味真的一直存在 你知道我有鼻眼的 我都可以闻它的香味 哦 我的妈呀 25号真的爆炸 爆炸 真的爆炸 我要再给你们看一遍 爆炸的颜色 好看吗 是不是超好看 来下一个 203 有没有就是那种很排斥化孔 但是没办法 老板要求一定要上班化孔 或者是一定想要涂一点孔 或者润唇膏的女生有没有 这些颜色是李佳琪的颜色 这些颜色我可以涂 有没有唇色很浅 然后特别不喜欢那种很正红很大红色的女生有没有 这些颜色你们可以去买它 一定要第一个条件唇色浅 它涂出来 就像你嘴巴本来的颜色 看一下 我可以用的颜色 加齐以后出活动就用这只颜色 怎么办 我喜欢 这是我的颜色 203号色 我喜欢 我超爱 我涂完之后 我的气色看起来特别好 我不涂的时候 我的气色看起来特别的惨白 有这种感觉吗 上色很难吗 因为它是滋润型的 它不是那种上色型的 就是很很舒服 很自然 然后很干净 就是一个不会出错的颜色 一年四季用它都不会出错 203号色这只颜色 203号 好看吗 还可以的啊 对不对 下一只 500号色 哇 我跟你说想要装嫩的姐姐们买它 好好看 好显白 会化妆的女生买它 这只颜色是500 想要装嫩的姐姐们买它 一只橘子汽水的感觉 就是很夏天 如果一个女生躺在沙滩上 穿的非常漂亮的泳衣 然后在那里喝一杯 就是 就是 柠檬汁 或者橘子汽水的时候 嘴巴上就应该有这种颜色 这个太度假了 这个颜色 这只颜色真的度假的时候一定 哦 这个颜色荧光 我的妈 你没见过荧光的吧 你要不要看个荧光的颜色 这个颜色一点都不荧光 这颜色很好看 还有一点都不荧光 相信我 这是一只很透的感觉 很透很透 让你的嘴巴会有一种 生命力 让你的嘴唇会有一种 可以看进去的感觉 你知道吗 就是别人的嘴巴像小对 就是哦 你嘴巴是长这样的 就是这种嘴巴 就是觉得是可以看进去 皮肤通透感的感觉 来502号色 这一只颜色 这一只颜色 我跟你们说一下 它非常的一般般 就是很多品牌都可以买得到它 不用买cucci 我真的不这么觉得 这颜色 没有灵魂 这颜色 我觉得一般般 就是你在任何的口红里面都可以选得到它 很普通很soso的一只颜色 不行不行 这只颜色不能 下回去 下一只 下一只哦 302 来 你有什么了吗 不好看吗 请帮我把那只腮红拿过来 谢谢 我跟你说这只孔要怎么用 这只孔真的美呆 我跟你说这个孔要这样用 真的然后再点一点点 就质和搬在脸上 我要跟你们说 你们出国旅游都是这样图 我的妈呀 整个人嫩到爆炸就活力十足 好看吗 这个很有活力的女生叫什么 那个 好看吗 这只颜色 就这样的就这样用 是不是超好看 就是一点点的橘色在脸颊上 有没有米娜的感觉 就很时尚的女生才会这样去涂抹的 好不好 然后扎两个小啾啾 或者两个小辫子在这边 然后就出国旅游的时候就涂这样 我跟你说 所有人都要看你 所有的外国人都要看你的 这只颜色叫做302号色 很胡萝卜 我的嘴巴就是胡萝卜 很胡萝卜 这颜色是胡萝卜本波 美不美 302好看 买302 相信我 你们要买大排孔 就要买大排孔 别的品牌做不到的颜色 好不好 别的品牌做不到的颜色 就是一定要买这种 好 最后一只了啊 来最后一只 嗯 这个颜色会显得你的嘴巴没有洗干净 洗干净 擦干净 对或者没有擦干净 就感觉 你中午吃了什么辣椒炒肉的酱油放多了吗 这件事是酱油色 就是真的 吃了 辣椒炒肉 然后酱油没有擦干净 在嘴巴上的颜色 有没有感觉 有没有 不行 这件事 不能卖 来帮我们把这四只 润唇膏款式一下啊 这个就是1234 他现在试的是四号色 这件事还可以 但是 没有 508号色好看 这两件事有点接近 这两件事有一点点接近 那看一下 508更好看 508更好看 四号色会偏浅一点点 508更好看 蓝管润唇膏 四号色可以不用买 508号色更好看 相信我 他说这个系列最火的是三号色 来四号色 给我 有颜色的润唇膏 来咯 我跟你说 我这种比较急的人 真的涂这动口 会发脾气 就是要来回呛很多姿势吗 我要睡着了 就早上好不容易起来 然后要涂这身润唇膏 涂半天 这应该很好学吧 你可以吗 我真的一直在滚 我真的一直在滚 我一直在滚它 你看 你看 没有动 嘴巴里 我知道这三号色 这个三号色为什么很好看 会这么火 为什么 就是三号色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夏天吃了火锅 一般的女生吃了火锅 嘴巴肿起来那种感觉 就是 不是小处里这种嘴巴 他一吃火锅 就会很肿很红 这种就是正常女生吃火锅 那种肿的感觉 就是感觉 你的嘴巴好辣 就是是不是觉得 我好想给你第一杯饮料那种感觉 嗯 这种颜色 嗯 好看 但是要纯色浅的女生用 纯色绅士 不可能有颜色的 那女生看起来很 随三号色我也没有觉得 二号色死亡 一号色透明唇膏 一号色透明的唇膏 一号色透明的唇膏 就不用试了啊 嗯 怎么办 蓝管在我这里直接全部怕死 好啦我试完了 来我们来 我来挑选一下啊 我们试了整套的碎花 Cucci碎花 我选了五支 比较值得大家购买的颜色 我觉得必须要买的第一支 就是我按我的喜爱程度来说 第一支二十五号色 海豹色 第二支我会选择五零八号色 第三支我会选择 刚刚非常受到争议的一支颜色 三零二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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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支日杂 对对对 一本杂志就米娜色 这件是米娜色 然后下一支我会推荐五零零 然后最后一支 二零三号色 二零三号色 二零三号色我的颜色 我喜欢的 男生可以用的颜色 一点点涂在嘴巴上是好看的 其实你把它这所有颜色涂在一起 它有一种统一的风格 也就是他们感觉是一家人 对 看一下哦 这五支颜色 是最新款 Cucci 碎花系列 加起会训练的五支颜色 你们赶紧截图一下啊 赶紧去找你们靠谱的朋友 去买它 好不好 很舒服的一支唇膏 但是上次有一点点的 没有那么好的一支唇膏 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谢谢大家